日本有F-35A,但他们也有购买F-35B 原因很简单,因为将它部署在他们的闪电航母上 即是说我们讲日本的出云级两手,我们叫准航母 亦经过了改装设计等等之后 我们看到包括出云号和家购号也好 未来改装之后,绝对能够将F-35B放上去做闪电航母的情况 我们看到家购号最近去了美国的西岸加州 已经在做F-35B上纜测试 这个上纜测试为期大约三星期左右 当然会做大量的测试 而家购号改装之后,究竟放F-35B上去之后 将来的战力提升会到哪里呢? 当然大家也很关心,究竟家购号和出云号 未来能够形成初级的战力,我们说的IOC 需要多久左右呢? 又能不能够赶紧到在亚太高危的窗口 即是2017年的时间 如果在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的时间 真的会有日本两手的航母已经准备好 到时去挑战中国 我相信是辽宁号、山东号和福建号 组成反介入航母的战略 今天除了我之外 还有Anson Heng和我们一起讨论 Anson,你好 你好,Lyrie Heng 是的,我们说起今次的家购号 去了美国这边做测试 我们看到VX-23 空中测试和评估中队 正在做一个测试 用F-35B 正在做浪载试验 我们之前有见过 出云号 之前在岩国那边做了一个编队 我们叫做VMFA-242 即是蝙蝠 当时做了F-35B的测试 这次测试第一 有没有什么分别 或者有什么重要性 另外我们会再看看 这架F-35B的航母 其实会对日本海军海上自卫队的 实力提升到哪里呢? 其实现在家购就去了San Diego 外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的F-35B的升降测试 之前可能是这么久 其实始终你做这个测试 当然要看回不单止是否真的可以升降到的 可能只要看回其他整个浪 有没有其他的设施 可能他转一个全周围 例如一个升降周围 补给 燃料补给 就算你真的没有弹药 在上面可能做一个推算 究竟有什么是可以 是不是全部的设计是适合 有没有东西回去再改装 进行一些东西 甚至可能有些SOP要写 那些东西 那当然你说之前的SOP 是否写了呢? 在这个ITSUMO去做一个测试 那ITSUMO和Kaga的改装程度不同 始终大家 本身ITSUMO是可能改完之后再去测试 再去看有没有东西要收拾下来 再去改 Kaga就一步到位了 那他就要看有没有东西要 看整个改装是否完成 始终都要做一个很整体的测试 就确定这次的改装是适合的 如果没有什么不对的就回去再改 那这个F35B的测试 这个是英国做过 意大利做过 那你说要测试完多久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一个部署呢 所以就有两个给你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当时呂王就2017年落水了 那2018年就去了Norfolk 他就做了这个测试 那他就是这个2020就宣布IOC 那2021年呢就部署去这个亚太区 那你就说由这个2018年 去到这个第一次渊阳部署 那你中间三年左右 那这个Gavor 这个是意大利的家父2号 那他就在这个2021年呢 造型第一次的F35B升降测试 跟着他就在今年这个2024年中呢 就去了日本做一个的阮阳调配 那大家大概都是三年的时间左右 那我可能在同样的时间 那我不管这个艦队阮阳操作 因为日本都应该不会 不会对欧洲回回头的了 他都是在附近操作 那只是一架的艦阳的运作呢 我相信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时间 大概三年左右 那现在2024年啦 做完第一次的升降测试 我估计应该在2027年左右呢 他应该就可以 好像这个的女王 那CSU有一个来部署 或者是嘉芙尔 今年去日本部署 就已经可以带着F35B 就算是一个的 不要怨恙 可能是一个部署 应该都是做到的 三年来 是啊 那我看到如果做这个基数 做的参考 那2017年这个 我们相信是一个 纷争的窗口时间 那就是台海有机会 就是中国这边 有机会发动这个进攻 那如果日本这边 能够部署到两手 我们说的闪电航母 究竟有没有对形势上 会不会有很大的客阻力 首先 那还有呢 每一手 我们说出云级的航母 其实大家都未有一个很统一的估计 这些火匙被运动 有很容易会看出 那些救助 还有尝试大棪 少许非常非常有 newborn 包括放五架、六架、十架、十二架 有不同的战力 以及他和其他艦隊的互操作性 究竟又會怎樣呢? Masonling你怎樣看呢? 其實這個艦隊的互操作性 威爾斯親王豪會在2025年去日本 現在的Sauce是有安排進行Cross Deck 即是說日本和威爾斯親王做一個Cross Deck訓練 這樣就這樣可能是直升機Cross Deck 還是有F-35呢? 這個可能就要看看下年他們做什麼類型的Cross Deck 如果是做F-35的Cross Deck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你見到其實美國現在的盟友 其實英國、意大利、日本 英國和意大利已經做過一個Cross Deck F-35B做一個活操作性的訓練 還有日本做完的時候 可能有需要的情況之下 變成可能日本、意大利、英國三個 用F-35B的航空母艦 它那個戰力可能做一個Combine 可能變成一個戰力的提升的一個Factor 就是說我們的三個航母的類型 纜載機都跟一樣 而中間可能Command、指揮 structure 都是相近的情況之下 變成它那個調配的靈活性是大了很多 互操作性高了很多 也是為什麼北洋或者其他的西方旅遊 經常要很強調這個互操作性 都是這樣的原因 為什麼要部署一個航空母艦 其實你說可能是近海 可能是遠洋作戰 美國的一個Power Projection 英國、法國是要Power Projection 它都是要一個航母 進行一個Power Projection 但是為什麼意大利和日本 它都是預期是一個近海作戰 為什麼它推出一個航空母艦 這個其實對於當… 你可以看回一個挺有趣的Document 就是當年英國曾幾何時 一度要放棄一個Power Projection 是 那它那時候的… 怎樣去考慮關一架的Invincible過來呢 就是說 當時英國就是那個假想 就是說蘇聯會進攻北歐 那它英國就要在挪威的Field 就是客灣 進行一個的登陸作戰 那當時登陸作戰的時候 當然要驚訝 那它就說你說可以躲過這個衛星 那它會知道衛星是幾時幾刻 在哪裡會經過的 那種改變行動 或者是smoke screen也好 但是偵察機的話 你是很難躲避 當被人發現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攻擊的來頭 那不過你說偵察機來了 那英國那邊就說 其實挪威英國本土飛機 覆蓋到啦 你幹嘛用航空母艦啊 那它就說 我這架飛機 由英國本土飛過去 去挪威一架客灣 你的航程需要時間 那當我們知道 有對面的偵察機過來的時候 你飛到過來 可能我們已經被人發現 那對面就已經準備進行進攻 那不過如果我有一架的航空母艦 在我家裡起飛 那我也看到附近 有飛機飛過來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去 怕這個機地出發 到達我這個點的時間 那我就可以直接進行 一個對面的information denial 就是說我可以主動拒絕別人 進行一個強行的偵察 暴露自己的位置 甚至可以進行一個有限度的防空 那就是說 就算我的飛機 在我的本土基地 可以cover到的情況之下 我可能由英國本土飛過去挪威 我也需要時間 但是不過 中間可能已經是 有一個的時間差 可能我已經受到攻擊你才到 太遲了 甚至或者可能我們的飛機 我已經射到導彈了 我要回去基地補給 中間也是需要時間 那中間這個挪威基地的時間 就給了一個很好的進攻wind 但是不過如果我的航空母艦在我附近的話 我可以大大縮短了這個 這個叫做 combat air patrol的 那我將同一個 theory 就放回日本了 就說可能我在西南諸島的防衛方面 你可以說 其實我西南諸島 我部署在沖繩附近的戰機 我都可以cover到 但是不過 我如果沖繩去向南的海域 可能中間沖繩和雨打的角度 其實中間都很大的距離 我中間的飛機 我要去 由基地起飛 去到一個越需要的戰爭熱點 無論我補給也好 進行一個的 將擊退對面的反潛機也好 甚至保護艦隊也好 那我中間是一個時間在這裡的 而中間和基地的飛機都有限 以及基地的彈藥有限 甚至可能本身 今次這個 不同英國 英國是一個本土蘇格蘭 這個在那巴那方面 這麼近這個戰爭熱點 可能它那個生存 那個陸機的生存性 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不過 如果我附近是有可能 Karga Ismo 在附近 一個近距離 一個短暫時的CAP 一個Compat Air Patrol 的情況之下 是會可以增強了 對西南諸島的防衛 亦都是跟陸機的互補情況 另一個更加好的情況 因為它近本土 而它可能有本身的AWAX機 亦本土可以覆蓋 甚至可能跟美國的航空母艦 它需要一個E3鷹眼 也不像英國 它自己是需要一些Murning Chronist 做一個早期預警 就是自己的基地 自己的早期預警 已經飛不到地方 我們要靠自己的艦隊 去提供早期預警 那麼日本不用了 基本上它那個作戰海域 跟意大利一樣 它的作戰空域 其實是在這個AWAX 那個Cover 情況之下 跟嘉芙爾一樣 它是不需要部署這個早期預警 那麼變成在這個家殼上面 它有更可能放少一些的直升機 亦都不需要一個直升機做一個早期預警 那麼可能相信它只是部署一個的 Strike 就是F35B CAP F35B 反潛直升機 以及首舊的直升機已經相當足夠 那麼變成它在甲板調配上面的精簡度會更加好 也可能它可以部署像意大利一樣 它這個戰機對這個直升機的比例 戰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部署比例 是可以參考嘉芙爾的 嗯 當然我想它在遠東這邊的作戰 它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單獨作戰 它的作戰的體系 應該是美國這邊 就是我們不敢說全爆 就是大家知道 如果你跟美軍作戰的話 後勤當然會爆 然後有時其他附加 包括空中加油 包括我們說 例如其他的補給 或者空中預警 有機會戰場態勢感知 美軍這邊都差不多提供了 所以為什麼經常都說 互操作成很重要呢? 美軍差不多出雞出醬油都出齊的時候 如果你都不讓它擺放一些東西 那一件事真的搞不定 如果我們也看到 日本這邊 其中一個基地 我們說九州的新田園基地 在九州的情況 其實也是非常適合 我們說兩艘新航母的部署 所以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日本真的處心積累 要搞這個航母 其實真的除了二戰之後 我們看到 終於被它成功部署了 即是它們要用到的航母 新田園基地 就叫做一個幾方便的 一個前線提供的補給點 然後也有人說過 這兩艘航母 你不要當它們是真的航母作戰 你當它們是海上機場便算了 尤其是包括什麼呢? 其實就是上面 我們最初可以不擺放F-35B 我們當一個海上機場 最重要是支援岩國基地 上面有美國海軍陸戰隊的F-35B 到時便被它們緊急在上面降落 你覺得這是一個陰謀論的說法 去嘗試合理化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去擁有航母 即是他們經常都說 航母肯定不可以有 但這也是自己綁住自己的說法 還是你覺得日本是真的覺得 先讓美國海軍做了一個測試 然後跟隨它整個標準 做會更穩固? 其實我會覺得 你說是不是不可以用航母 這是歷史的問題 你說跟旁邊的國家的觀感如何 當然日本的和平憲法 其實是美國寫的 當年駕密室下 其實寫的那個都沒有出聲 是 那到鄰國 鄰國是只有它自己和你敵對 或者是關係不好的 當然一定反對你的 當你自己和自己比較朋友的國家 都沒有反對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它的國際阻力不會大 你說是不是真的重新再武裝呢 其實德國也重新再武裝了 那意大利也不可以說是一個前派國 意大利是投降輸一半的朋友 他不是投降輸一半的問題 他簡直是加勒盟軍 是 是 他臨後又加入盟軍 是 他是臨後轉太加勒盟軍 人家登陸了西西里之後 立刻轉太加勒盟軍 令德軍要立刻進入意大利 所以意大利的對待很多 你不說意大利 其實德國也重新再武裝化了 日本也算是重新再武裝化了 他是航母 他說是一個西南諸島的防衛 剛才分享了當年這個Invincible 怎樣去增強挪威的CAP 其實這個是同樣的原理 就是怎樣去增強它一個遠方的CAP 就算我自己的本土機 去覆蓋地方的平方之下 一個更加好的CAP去做 這個其實是家學和速運 它最主要的目的 而這個概念 在福克蘭已經印證了是活動的 所以為何知道這些小項目 閃一點的項目 就是這個原因 我相信這個是家學和速運 那個最重要的一個用途 之後你是否說 其實吉林不是日本機 是美國機 只是幫人 這些其實純粹是化妝 你真是戰爭當時 沒有人理你這些東西 是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真的2027年打起來的時候 其實中國招到你三艘航母都齊 但如果你計算戰力的話 當然就不只是計算 我們說中國他們的海軍艦載機 但如果純以海軍艦載機 就是說去包圍 或者做一些反介入的戰術呢 你說加上了現在出雲 出雲級兩艘航母之後 是否可以突破到這個封鎖呢 這個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一個合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給一個暗號我們 可以打這個加1 我們就看情況吧 理想我們就做一個節目 說回日本這邊有沒有辦法 可以抵禦到這個反介入的戰略 突破封鎖去援助台灣呢 好 這一節就來到這裡了 謝謝安晨兄 我們在其他世界發揮消息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來吧